今年Netflix有一部韩劇很流行 叫做低谷医生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看过的话你都知道剧情 没看过的话我都不做太多剧透 先知识明我又没有看完全部 我都是看了个简介 整个故事大概的脈絡 就说有两个叫尖子或者学霸 中学的时候就认识 大家就争第一争第二一男一女 接着两个都进入了医学院 命运有所不同 一个就勇闯高峰 接着就因为一次意外就身败名裂 另外一个就勤勤狠狠地去做医生 事业上又遇到很多挫折 结果抑鬱症收场 两个落魄的医生最终又走在一起 我因为没看得很详细 那我就只能够简单单的评论一下 一个整体的印象 那套戏里面的女主角 我真的不记得名字 那女主角一天读十几个小时 因为眼睡的时候就要吃辣椒 或者用冰水洗面 不停地去读书 那男的呢 又跟他争到叮当码头 那大家呢 就做什么都要争一餐的 那上学呢 就就是鬥快要做到大学校 那女主角喝一杯咖啡 那他就要喝两杯 那这样的意思 那 总之呢 就样样都争一餐的 那女主角呢 最终是争赢了 全校第一 那男主角呢 就变成了全校第二 那全校第二 他已经很不开心了 争到第一的女主角呢 又觉得自己是天之嬌子世界的中心 第二那个呢 就觉得自己是落入了地狱 一切都没了 那样 我可以说 在现实世界 入医学院那班人 真的不少是这样的人 那至少我自己都有一点 就是当时是这样的人 那什么都要争一餐的 那我们这种呢 叫做type A personality 就是其实都是 什么都争一餐 什么都喜欢和人比较 什么都喜欢和人竞争 那样的 就是每次都喜欢争第一 其实呢 那么多年都搞不清楚 究竟是 医学院选择了一些type A behavior的人 去收啊 还是进了医学院之后呢 那些人才变成type A behavior 或者更加 type A behavior 的情况 更加严重 type A behavior 的人 又很重视人家的观感的哦 那又好觉得 就是如果你说上读 问东西你回答不了啊 又觉得很没面子啊 就是自己的人生 好像很没价值那样 那我明知自己不读书 不够那些同学聪明呢 那我就唯有将勤补绝啦 那最差最高峰期的时候呢 我就真的试过 就是我读书的时候 真的好像个女主角那样 就是平时 平时休息的时间又要捏尽啦 那就读完它 那很多时候就是同学 吃完饭啦 晚上读完书啦 都睡觉啦 那到了凌晨的时候呢 我都继续读的哦 那很多时候差不多凌晨时分的时候呢 就去按那些自动售买机的咖啡 喝完之后呢 就强行毒 强行捏 捏到凌晨一两点 那到凌晨一两点 真的觉得有些顶不住的时候呢 那都不放弃哦 那都要 如果天气冻的时候 比如说得几度啊 那我们就走出宿舍那里呢 就是吹冷风 跟着拿着本乌 就在那背 迫自己去读 那一路走一路 一路吹冷风 迫自己醒着去读 那这些做法呢 就是有好有不好啦 那当然你呢 drive到你去 就是很努力地去达到目标 不好处呢 又想起来 其实不是sustainable的这件事 这样下去 长期来说 其实是很难 很难维系的 那也都很不健康的 那都不只是单单停留 在读书的阶段是这样的 那我就算不了业 不了业 都是很喜欢和人比较 同学之间比较 就是谁升职得快点 赚得多钱点 那又喜欢和周围的人比较 譬如你住那种楼 你看到人家一起搭车 那些和你按键 是住在顶楼 就是顶楼复式的嘛 那就是大单位 就是有钱比你很多 那你都觉得我一定要努力 我一定要赚多些钱 总有一天我要住复式的 这种格子 真的影响你人生很深远的 那我自己都是要慢慢 就是过了很多年之后 慢慢有些其他的体会 其他的领悟了之后 才慢慢懂得放手一点 那套戏里面 另外一部分 就是说到两个人 畢了业之后 就是一个 就是初头事业比较顺利一些 但是因为有一次的医疗事故 就牵涉官司 就是从天堂跌入地獄 另一个就是因为 就是考了进一些比较普通的医学院 就进了医院之后 就因为不够社交 不够世故 自己的努力就被人家利用 结果就搞到自己抑鬱症 这一部分是否真实呢 我觉得男主角牵涉的官司 就是说他的剧情是有些过渡戏劇化 但是医生会因为一些医疗事故 而落入谷底 这个也是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因为其实你看就看 好像是医生好像很风光 但是其实大家心里面都知道 其实总有一个机会 不幸运的话 真的会落入一些医疗事故 那里落入医疗事故 有时未必是你自己做错的 而是你知 救人的东西总是一个机会 总有一部分 即使你做了所有东西 结果都不是很理想的 就算不是你做错也好 在过程里面 就会对医生很大打击 因为很多时候医生都是比较单纯的人 他都是想着拿个心出来救人 但是救不到就被人控告 这个过程对你来说 也构成很大的压力 因为很多时候你都要继续上班 当然如果你真的 你自己做错的话 那压力就更加大了 至于女主角 就因为她很努力去做事 但是因为 有些没那么努力的人 或者没她那么厉害的人 就吞扑 或者搶了她的功劳 或者有些时候 就会去压低她 让她升不到职 那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我觉得这件事都是真的 大家要知道医院是一个极大的官僚机构 人事就真的可以非常之复杂 就并不是说你读书厉 或者你做事OK 那就能够富耀直赏的 经常都听到 就有比如说 那些老闆本身就不太厉害 或者老闆记财 就是觉得收了这个回来 这个那么厉害的 或者那么厉害的 威胁到我 就用办法按住她 升职就升职 没有那么厉害的 威胁不到自己 那这个都不是小见的 那实际也都 有很多医生拿着个心出来 想着一康热城去做 那过了没几年 就被这些各样的事情 就令到有很大的挫败感 那有些是落入情绪的低谷 那或者有抑郁症 都是不出奇的事 那一是医生呢 就始终就有条路顺 很多人都比较单纯 只不过就是 读书顺利一些 那就是有个错觉 就以为自己是世界中心 天之嬌子 就以为所有东西都要围着它转 那但是现实出来 很多时候都不是的 那未必个个人 就很容易能够接受到 就能够接受到社会的现实 那所以有很多人 都会有不少的挫败 是真的会有的 那所以我觉得这套戏 在这方面都很真实 就表达到那个情况 那至于这套戏里面 一些关于医学的东西 或者其他方面的东西 是怎样的呢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想问的话 那便欢迎你留言 你想我评论哪方面的东西 那如果大家喜欢这类片的话 那反应好 那我都可以下次再拍片 评论其他方面 那最后又买一下广告 那本新书 Dr. Rex医学幼稚园 那已经出到第二版了 第二版是《妇因》当中 那这本书的内容 都有很多实际很有用的资料 那大家买一本来 在家里参考 都是相当之有用的 主要有卖的书局 包括天地图书 成品 三联商务中华书局 都会有 那旺角的田园书局也都有 网上的话 HKTV Mall也可以订购 海外的网友 就迟一点点了 那香港书城那里 就可以有网上订购 邮寄寄去外国的 希望大家多些支持 临走之前未订阅的话 记住按订阅键 按下小铃链 按下小铃链 给个like 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